好,說約各位同學,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熱年樂班18號,陳慈平 今天我要演說的題目是 值得推薦的一本書 值得推薦的一本書 我要推薦的這本書 書名叫小女生 EVERYDAY 這本書是要告訴我們 矮的人可以當主任 也可以當大隊長 只要用叫醒世界的氣捧 什麼都辦得到 而在這本書中 總管做第一排第一個位置的業力圍 除了擔心長不高,生活中更是 充滿了意想不到的事 例如有喜歡的男生 卻還被班上最矮的男生臭唇堆 還被同學的弟弟告白 為了原由會養賣什麼 跟班上常人鎮 來開吵架大賽 養了心愛的寵物金 媽媽卻想要拿來敬禮 最恐怖的是 掉進阿嬤跟妮婆超過五六十年的戰爭中 書裡描述的無論是 偶爾連愛或喬家不在 多書寫者對我們來說 最有趣也最重要的童年代史 人物傾向目前真實生動 而且溫暖善良 希望我們也能擁有這樣的同償友伴 然而我覺得最精彩的是偶爾戀愛 因為葉立威的桌上放著一顆肉圓 裡面還有張卡片 上面寫著 請你吃肉圓 我們的距離不遠 字簡直像一年級 也沒留名字 人人都愛看人啊 一張卡片吸引了全班的目光 大家都很好奇 結果最後被同學的弟弟告白 而且葉立為五年級 同學弟弟才二年級 真的是很有趣 所以我才會推薦這本書 最精彩 爆笑 感人 充滿酸甜苦辣 好滋味的家人生活故事 就是這本書 作者真能了解我們 真能情願在童真的世界裡 我的演說到此結束 謝謝大家